我就在交文題上面放了一張腳掌朝上的照片 多少男人就是趨之若鶴嘛 這件衣服的話 就是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有的 他就是我的動作 你們去看一網報 大家好,歡迎收看花生作席Pinut Gallery 我是Milk 大家好久不見 今天又是我獨挑大梁主持節目了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說 到底我來法國的這兩個月來 買了多少東西 大家對巴黎或者對法國一定會有一個印象 就是這邊是購物天堂 很多金品就是源自於這個國家 但是我覺得大家如果要買東西的話 還是要做好功課 像你一定要找好店 甚至有些金品都要預約 我覺得人都來到法國 怎麼不肯都買一些 我不想這樣講 但是他們對我來說已經是爛大街的品牌了 所以我今天提到的品牌裡面 都會比較偏向小眾 或是法國當地的品牌 有精品 有化妝品 然後甚至也有鼓著的東西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Rihanna上Super Bowl吧 我之前跟我們的主持人Way呢 也有談論過 歐美明星的副業論 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 Rihanna這個女人很做作 在表演途中 突然停下來 然後拿起一個粉盒 幫自己補妝 難道是在幫自己的商品打保護嗎 結果真的是 歐美的娛樂新聞都來說 這個粉餅在美國都已經要斷貨了 那我肯定也是要買一下吧 我就是更瘋 它的粉質的話是偏紫色的 也蠻細膩 不在眼下的話會有一種浮平紋理的感覺 那我也才剛買到這個粉餅 沒多久 而且法國這邊的天氣又特別的乾 所以我沒辦法跟大家說 這到底空不空有 這個粉餅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就是 它的粉圖非常的薄 中間也只有給一個塑膠隔板 就是我到現在還在糾結說 到底要不要把這個隔板丟掉 因為如果我把這個隔板丟掉的話 我的粉圖就直接碰到我的粉餅 它就會污染這個粉餅 我想說這樣很髒 大家如果真的有喜歡Rihanna 然後再去買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我覺得沒有必要 一定要買這個粉餅 外面的選擇那麼多 好那第二個東西的話 我會跟大家介紹 我是被小紅書燒刀的 它就是蘭蔻的絕對完美補霜 然後我買的是Sauve Cream 就是比較清爽的版本 它賣淋換得多快 我想說這意價也太嚴重了吧 因為我來的時候 剛好通常他們年初的打遮劑 換算下來可能是台幣 5000多塊錢 我的皮膚是混合肌 然後冬天的話會便宜 我覺得這保濕力對我來說很足夠 實際用下來你的臉真的會變亮 逆鈴的話是不可能啦 但是基礎的保濕 良好的服感 我覺得它就是 一個貴婦乳霜 該做好的東西 五顆星的話 我會給它 四顆星吧 可是如果年紀還沒到 真的沒有必要買這麼貴的包裝品 好接下來我要帶大家實際探訪 就是法國的藥妝店 也帶著我上一集 法國FLOB 入境的法國鮮肉Rayan 他有帶我到巴黎藥妝店 跟我講說 他會推薦我買什麼東西 那接下來就是 我實際走訪現場的畫面 Rayan recommended this makeup remover from SVR Prismatic It's 12.99 Euro So everyone trust this French little thing SVR這個牌子很有趣 在他的包裝上面看到他寫的數字 比如說上面寫酒 那就代表說這產品面只有九種成分 但總體來說它還是一個相對溫和的協妝產品 我用完它之後還要再用一層卸妝水把它擦掉 我還是會有點害怕說他卸不乾淨這件事情 然後之前我在 Pharmacy 就看到這個組合有一個精華 然後再一個小樣的乳液 還有26歐 因為我那個時候帶來的玻尿酸精華液用完了 我就想說死馬當活馬 也就試試看這個品牌 結果那一罐精華真的讓我驚豔到耶 我的用法都是把維亞Mixi的粉紅下在那罐精華裡面 然後早上這樣擦 我覺得這樣擦了大概三個禮拜下來 我的皮膚真的有變搬 Decretor is really into natural 你只可以放在咖啡上 混合在咖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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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26歳 它可以很貴的 但它長了五、六年 有點像龍東味 對,它長了很長 所以我拿這個也要 我首先很驚訝的是因為我之前用過 The Ordinary的維他Mixi的粉末 它加在精華液裡面會 把那個質地變得非常黏不露 我的用量加的多少 但是這款完全不會 而且不會跟你後面的底妝打架 接下來我要分享的東西真的是 我來法國此行買到最最最最最最滿意的東西 那就是一雙皮鞋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這雙鞋子呢 原因是因為它讓我看起來腳變小 我跟大家講一下我身高才173公分 我在台灣買鞋子的話 我要穿上44號耶 我真的是 講到這邊我覺得它快流淚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切身之痛 我真的經常被嘲笑耶 甚至我爸也會笑 玩起了高中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很流行老爹鞋 然後那個時候我拿完我的 壓碎錢之後就跑去買了一雙 可能是New Balance的老爹鞋吧 我很開心穿回家 然後給我爸看 我爸上下達兩國之後 他就問我一句話 他就說 你知道你自己的腳很大嗎 哦 我知道啊 但你為什麼要套兩艘粉穿在自己腳上 我真的是 但是 Pindar Gallery族人偉 也經常笑我是大腳 大腳不足 被風景疑毒影響 你知道嗎 我腳帶我天足怎麼樣 我天足嗎 我被導致我覺得大腳的身體缺陷 你知道嗎 亞洲童先人長了一雙MBA球員的腳 這不是我的控制 這基因啊 而且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就是PO了一張 我也把照片放在這間 我就在教軟體上面放了一張 腳掌超上的照片 我想的男人就是趨之若物馬 大腳活也有春天 那樣的這麼大一圈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買這個鞋子的牌子 它叫做Para Boots 我當初會知道這個牌子 是因為 我可以把它來去 就是放在下面給大家看 他們專門在進口 Para Boots的鞋子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鞋型 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歡 盒子我覺得 是蠻有質感的 畢竟看這麼貴 對 然後這雙鞋子的話 我是買到它的限量版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 它有一個山上放過 其實超級無敵可愛 它的鞋舌設計比較短 那我覺得它鞋舌設計不短 之後會讓你的腳的長度 看起來視覺上會縮小 那有穿過馬丁鞋的人 你都會知道說 前面的那一兩個禮拜 真的是折磨人到死 你的腳踏就會被刮到你 那這雙鞋的話也是一樣 我當初買的價錢是 430歐 對 一萬多塊台幣 但是我覺得 穿下來我真的覺得非常值得 台灣那一家 戴購Para Boots的店 我覺得它的價錢 跟法國買沒有差多少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放心入 真的可以試穿一下 我真的覺得 這是我這輩子 買過最棒的皮鞋 我真的最喜歡 其他歐洲 大家比較常去逛Trip Store 台灣所說的古著店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耐心的人 到初去逛好多古著店 我很累 我跟Rae Ann吃完晚餐的時候 我們就在巴黎路上隨便逛 然後就突然看到一間 就整個裝潢非常的漂亮 而且店面又非常寬敞的 一家古著店到Bobby 我就突然看到一件外套 還有那種非常誇張的披風 設計是非常繁複 但是你穿在身上 不會覺得太過厚重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拿Dice的話來講 這件衣服真的是為我而生 它上面有寫我的名字 我真的是覺得我套到包了 但是不好意思各位 這件衣服的話 就是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有的 它就是我的東西 你們去看也買不到的 但是我還是覺得 我還是推薦影片 跟Bobby那間古著店看 如果你在巴黎的話 我不會在Bobby裡面看到那種 騎貓車的西裝 為他會放在裡面買 品質不像是 一般的古著店層次不齊 當然相對來說 它的價格也會比較貴一點 像這個蜂蜜的話 大概也是我花120幾塊 我願意買到 最後一樣東西的話 就是 大家都法國來一定要買的精品 那前面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我不想要買那種非常CLICHE 然後又爛打劫的包包 我那天跟Rayan逛了非常久 整個下午 其實我都在兩家店跑來跑去 第一個的話 是Acne Studio 第二個的話 就是Le Mare 那我先跟大家講 我進的是Le Mare的店 然後那家店真的是裝得非常舒服 不會像台灣的櫃姐一樣 就是一直跟著你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的是 他們網紅的包包 叫做Crasse包 就是一個牛角包 我一直都不太敢去嘗試那一種 比較隨性 或者是包款比較特殊的那種牌子 可是我那一上升 我就覺得說這個包包真的太適合我了 而且它的皮質摸起來非常的柔軟 那當下我就想說 好沒關係 那我就到Acne Studio 看一下有沒有我喜歡的包包 也看了一款 跟冷面的包比起來的話 它的顏色就是比較偏紅的那種棕色 這兩個對我來說 他們的顏色都偏基本款 但是又不修雅 他們的皮質都非常的好 那最後 到底買哪一個包包 大家一定很好奇 大家看影片都知道 大家看VCR 好嗎 我已經決定了 我已經決定了 這是很困難的 但我終於選了Acne Studio 抱歉 對不起 你覺得這樣嗎 我就是很慘 哈哈哈哈 我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會買Acne Studio 原因是因為 冷面那個包包雖然百搭 價格又比Acne Studio 便宜大概五十幾歐吧 但是 它的包包裡面是沒有任何的加層的 所以你東西如果放進去的話 它就會冷泡 再來就是它的背帶是不能夠控制長度的 那Acne Studio 它的背帶是可以調整的 或甚至你可以把它的背帶拆掉 就是用手提 裡面又有設計一個拉鍊帶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錢包啊 把你的卡條放裡面 而且它的容量非常大 甚至可以裝下我的相機 這個包包我真的很喜歡 而且它旁邊有做這種 就是打結的設計 我也覺得非常特殊 因為我現在的衣櫃 都比較便宜那種簡單的單品 所以我覺得買它是蠻適合的 那我當初買它的價格的話 是1100塊的歐元 大家如果有機會到Acne Studio 門店的話 一定要摸摸看這款包包 它完全不會容易刮傷 那這樣我就可以隨便帶它 我這一個月背下來 我真的 我覺得每天背我都不會膩 那接下來 我也會去探訪一些法國的小眾品牌 像小眾的香氛 小眾的服飾 或是有一些大折的東西 我都會跟大家分享 我這系列一定會繼續做下去 那原因也是因為我的錢 也是一直花下去買去買東西 畢竟都要法國的也沒有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然後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來問我 對我會知無不言 那Pina Gallery 小花生們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